8月20日,45名从全国百余城市近万名足球少年中挑选出来的幸运儿 从上海到巴塞罗那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追梦之旅 然而,三天前的恐怖袭击 24小时的紧急预案,15小时航班延误,困难接踵而止 梦想却已发芽 那最单纯的心已经飞向地球另一端 这群孩子里最小的只有六岁 年轻的心坚定地开始这段寻梦之旅 12个小时的飞行后 他们抵达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巴塞罗那 它不仅仅是一座足球城市 更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艺术之都 只剩一大世纪的建筑作品之中 还怎么领略了不同于国内的文化氛围 足球和艺术是巴塞罗那的魅力源泉 我最喜欢的景点是盛家藤 他是高级新手设计的 虽然高级只见了他的一面 但是他的心永远在见了我 感觉就是很幸福嘛 我感觉就是能在这么看我都蛮力 师茂为八月份出身的孩子们 准备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宴会 而他们心中的小小愿望 也在巴塞萌芽 巴塞罗那俱乐部成立于1899年 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足球队之一 诺坎普 这座全欧洲最大的足球场 在孩子们心中 就是梦想的巅峰与天堂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 孩子们将在这里感受 最先进的巴塞罗那足球文化 我非常喜欢穿过 诺坎普之一 我的梦想是在诺坎普之一 我最擅长颠球 可以跌11008075 我是孙爱阳 我在巴塞罗那 我叫赵申伟 我在巴塞 大康的感觉 很快乐 能够来这里 这么一个世界这么大的 百年历史的俱乐部 非常感谢世贸 能够给全国的孩子 能够提供这样的下令机会 去来到这个世界顶级的俱乐部的清训机构 巴塞的清训源自拉玛西亚 著名的拉玛西亚训练营 孕育了梅西 哈维 伊涅斯塔 普约尔 布斯克茨 瓜迪奥拉等族坛偶像 旋风少年也将在巴塞罗那 追寻这些巨星的足迹 成长是源于足球最好的礼物 巴塞拥有起独特的踢球风格 在一对球连极刚的配合末期 传球的精细把控 和节奏的顺气变化 而这背后是对于足球精神的匠心追求 最喜欢的部分也是比赛 因为比赛可以让成长 从比赛中有快乐 也可以学会很多东西 比如说正行 拉边怎么踢怎么传 我们踢足球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让自己受伤 更不能让队友不强 通过这样的训练 体会到足球给你带来的快乐 也能体会在相互间的合作 我希望你们基本球相互主导 相互鼓励 更多的少一些埋怨 你看到人家的清晰的理念 一定从教育上来 我们现在的足球也一样 就会打造一个中国足球的文化 文化社长 就是传统 它有一些 你的所有的足球的教育功能 我们现在也非常感谢 世贸有主持的这种环境价 包括能够深入到 西埋牙的风土人群 包括地文化 包括国际文化 能够带来函数 就是更重要能够体验到 不同文化的差异 不同文化的教育功能 最重要一点 希望能够来到这里 体会到巴萨的快乐 少年梦 中国梦 在刚开始做梦的年纪 他们来到了巴萨罗那 领略了异国的风光 踏上了梦中的那片球场 欢向于汗水 在这里骄傲地挥洒而过 未来我们更加卓越 在球场收获的成长远当于快乐 未来的人生之路 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成长中 走向卓越 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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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是达在 在巴萨训练的日子 转瞬即逝 但这些天里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滴眼泪 每一个晕泡 每一份汗水 都会在未来的卓越之路上 让它们越走越远 喜欢的球星是梅西 我的梦想是在梦想的球 今天喝了好多酒啊 我的梦想是长大可以去探险 而且还可以当科学家 把城市全部变成梯梯的 我以后的梦想是 当地球鞋下去当地球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我们感觉特别幸运地 被选上这次去世贸的途中 特别感谢他们工作人员还有领队 我感觉对于孩子们来讲 在这么小的一个年龄 能走出国门 去感受一些足球的快乐喜悦 这是最好的 孩子通过一轮一轮的选拔 让他们知道 就是通过这种感受 去体验足球的一个魅力 今年你来到西班牙巴克林了 开心吗 开心 跟你说你干什么 跟你说你干什么 哎 西班牙这是第一天人下雨 哈哈哈哈